金融捷運金融市負擔經費暴漲議題持續延燒 立法人邱承遠特別在立法院提出質詢 對於經費暴漲 交通部長汪國才表示 主要是新建與用地取得兩項成本增加 其中土地費用大約是18億元 可以透過都市計畫來取得捷運用地 內政部長林俄昌也表示 涉及土地用地取得都市計畫變更 內政部會給予協助 陈建仁則回應表示 中央會一計有辦法給予地方最優惠的補助 與地方政府一起努力開發金融捷運 邱承遠最後則提出三項建議 呼吁中央重视不要让基隆捷运真的变成一场骗局 另外一部分可以在这部分放到旁边也是我们希望大家要谈 第三个部分在相关系统协议兴建的过程之后 三个限制公众之外 河谷南带额发展TO变的部分 这两个地方是从巴黎科技区来去做相关的登照上升建设 但是我们想要配合中央的政策 包含跟内部南港相关特区的区域的职业链接之外 第二个增加涉费产的区域 发双培地区的新年减压 让基隆跟双培地区可以真正的诺坏打出出来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